本隊接獲獻報 由輝法外籍看護集團在高雄地區各大預言出沒 隨即成立專案小組 報警台灣高雄地方檢察局檢察官指揮偵辦 歷經半年的根肩收證 終於成功將無氣組織 三名中介下線及七名事業移工 一舉來貨 日前經檢察官偵查終結 將組織以意圖一地而媒介外國人輝法工作提起公訴 無氣組織為高零區尋復人 不但本身擁有二十幾年的看護經驗 還精通3C產品 藉由社群軟體LINE 連續輝法中間下線 照目失聯移工 到醫院從事輝法看護工作 成立輝法派遣看護工集團 無限平日遊走於醫院急診室 廣發明片 並視機探尋病患家屬 是否有看護需求 還在醫院內走廣 報告欄等明顯處所放置名片 媒介輝法工作成功後 再向旗下輝法看護工 收取每人每日新台幣200到300元不等的抽成費用 再次呼籲民眾 切勿聘僱來入不明的外來人口 一旦被查獲規法聘僱 將會被採取巨額罰還 五年內在犯甚至會有刑責 本隊將持續加強查憲工作 以為社會治安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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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